大家好, 焦點視頻, 翁寶祥法科解碼的時間 螢光幕又再次見到我們的翁寶祥師傅 你們好, 各位 師傅, 我上集已經聽了你說兩件事 一件很微妙, 一件很奇妙 當然有興趣的觀眾不妨聽回 我覺得很奇妙的那件事 真的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連我自己都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聽到這樣的事發生出來 況且還是發生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一定要說的 師傅, 上集的尾我都賣了一點關子 今集我會請教師傅一些網友的疑問 一定要做我得這件事 因為這樣才是一個互動性 希望我能夠解答你們 我相信是難你不到的 你經常都不說的 師傅, 有一個叫Wiki Wiki Chang 我相信也是女士來的 她問師傅, 象星又不是錢 其實應該都沒什麼用, 對不對 對呀 我在這裡解解一下象星 象星是怎樣拿回來的 象星是說 我們在仁五率 三合國裏面的第二個字 仁五率 仁五率五見五就是象星 仁五率見五就是他們的墓庫 仁五率在第三個字拿 我們說一下象星 它是一個權力的 代表一個權力 如果你的八字 即是你的四柱 你的四柱裡面是個用神 例如你用火 剛才我說的五 仁五率 如果你的用神是木火的 好, 交正那個象星的流年 或者大運 即是我們在碎運裡面 見到而你喜愛的神 木火的時候 你的象星就得力了 那麼象星得力是為什麼呢 當然啦 如果你是做軍政界的 軍政界的 那麼你當然 你拿到一個象星 就代表你一切的權力了 那麼如果你在文科方面 不是不行的 文官也是可以的 甚至你做生意 長袖善武 商場發揮 一樣 所以這個象星是代表 你發揮你自己的功力 啊 所以不是說什麼 一個廠長都可以的 是不是 一個廠長 閒閒地都管幾百人 是不是 一個廠長都是 所以象星是很重要的 看看這件事 答不答到你陳小姐 好 好